在爱情中,一个男人全心全意地为女人付出,掏心掏肺的,到头来女人却只是跟男人玩一玩,根本就没有真心,辜负了男人对她的感情。 其实你的女人在你们的爱情中表现得怎么样,对你怎么样,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出来。 如果你的女人根本就对你没有真心,抱着玩的心态,从以下这几个点中能够体现出来,你可要注意了。 第一,无节制地花你的钱,你们在一起的时候,她总是自顾自己的享受,一直向你索取,而不管你有多少钱,她想要买什么东西了,你就得给她买。 就算你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,她也不在乎,如果你不给她买的话,她可能会耍脾气,说你不爱她,不想为她花钱,然后想方设法地让你为她花钱。 总之,她从来不顾及你的感受,因为她根本就不爱你,你只是一个索取的工具,所以说,遇到这种情况,你还是趁早离开她算了,免得到头来真心和金钱两空。 第二,没有分寸地和其他男人亲近,你的女人就算和你在一起了,她也会和别的男人搞暧昧,在打电话发微信时,和别的男人聊天,很是暧昧,你问她,她也只会说,不让你管她的社交,也不会向你解释。 就算在和一些朋友聚会,旅游等等,她也会毫无顾忌地跟其他异性亲近,肢体接触,语言暧昧等等。 总之,她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你,要不然,她怎么会如此没有分寸地和别的男人接触,简直不把你当男朋友。 第三,不会让你踏入她的社交圈,她只是和你单独地在一起玩玩而已,她和一些朋友,闺蜜一起玩,根本就不会带上你,她可能只是无聊了,才会跟你一起随便玩玩。 她自己生活中的事情,也不会告诉你,她的那些朋友,你也几乎不认识。 总体来说,你们两个人只是随便的,名义上的男女关系,其实你们一直是疏远的,她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,就算她突然离开了你,你也找不到她。 第四,从不在外公开你们的关系,虽然她和你在一起了,但是她不想对外说出你们的关系,不会在她的朋友亲戚面前介绍你,也不想让你把她介绍给你的朋友,也不会见你的家长。 如果是很爱你的女人,那她就会在亲友面前一脸幸福地介绍你,说这是我的男朋友,就算她不好意思秀恩爱的话,那你也一定能够感受出来她对你的在意。 所以,她要是不想承认你们的男女关系,她可能根本不爱你,抱着玩玩的心态,根本不认真。 第五,老是玩消失。 如果你的女人老是玩消失,根本不把你的在意当回事,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管她,她想怎么糟就怎么糟,如果这样的话,那她根本就不爱你,只不定哪天她玩够了,就把你甩了,到时候你哭去吧。 第六,对你的态度,完全看她的心情。 如果她心情很好的话,她就会多跟你聊几句,和你暧昧一下,但如果她心情不好的话, 她根本就不想理你,你说什么话都不管用,甚至对你大吵大闹,根本就不在意你的关心,只在乎她自己的心情。